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夫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民国风云之云南独立 清朝末年的云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物长期爆发,全国震动 云南同盟会员和革命人士积极响应 从10月16日至28日十多天内 昆明地区同盟会员先后举行的偶次秘密会议 最后决定于宣统三年9月初十日凌晨三十期 即1911年10月30日生意 也就是农历的9月初九日生意又称重九期 并推荐蔡厄为骑义军临时总司令 10月30日往八十余 昆明骑义提前爆发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 骑义军终于控制了昆明 昆明骑义成功云南各府州县传闻而定 全省迅速光复 新开云南骑义获得了重大胜利 10月1日 骑义官兵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 及大汉云南军政府 与昆明武华商 公推蔡厄为云南军都督 军政府成立后 发布宣言指出 云南起义的宗旨是要 敞除装置政体 建设上阳国家 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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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组皆为一体 维持共和 以其巩固民权 恢复国力 并重申了同盟会的16字干领 驱除大陆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敌权 军政府刚成立时 府内设 仓议院和仓务部 军政部 军务部三部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 资产先兼级性质的改革 取得了明显成就 使云南成为民国初年 相当安定的三分之一 云南军政府在其改革措施中 比较注意昆明的社会秩序 为建立新兴的秩序 改变古老的日中为市的救赎 军政府甚至对昆明各商店的开门营业时间 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1912年8月28日 军政府巡军局至云南省商务总局的咨问中就说 省城内各街铺 极其相言 每日早晨开门时间 七八九中不等 甚至有研制十点 于中始行开门者 此种漏袭 非民国之机 未有违心之气象 其早间他们不利事与发达 实于卫生上诸多妨碍 本局职责警政 有政所职责 应各此漏袭 除拟定简明规则 出示告示 并通令各区 每日有警队认真查查外 还应备晚供规矩查照 简明规则共六条 第一条 各街铺户统一于每日早期中 一律开市 如愚驱使开者 按照时间每过半点钟 罚金二角 第二条 各铺户由本日应事停开者 须将理由先行报告本段派出所 转报备查 第三条 各铺户如早间有事故 须置五间或午后使开者 人先报之本段派出所住民 以便及查 第四条 各铺户无论有无事故 本日停闭不开 而不先报之本端派出所住 人以为规论 照第一条办理 第五条 凡受罚铺户 每寻由本管区局 将牌照 执意 姓名 号诉所罚金额 张榜告示 第六条 本规则定自英立九月初一日为十星期 云南京政府在对内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 还先后派出颠军原创 严权 严杖 支援林省的斗争 和防击英国群立者对西藏的入企 做出了贡献 做出了贡献 1913年底 下令下令减赞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减赞国会 以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上权的二十一条 序谋 序谋 复辟封建帝制 延然 延然当起中华帝国的皇帝来 这样 反员复辟的斗争就如 如徒底在前方 开展起来 云南各族人民积极突入了反员斗争 从1916年9月11日到11月3日 在昆明的滇军军官先后三次进行秘密会议 商讨访院武装起问题 12月19日 蔡厄逃出北京后 掌转来到昆明 对云南反员斗争是一个新的刺激 12月21日至22日 滇军军官在唐吉尔蔡厄的餐饮下 又召开了两次会议 决定于12月25日宣布独立桃源 反对袁世凯复辟成帝 那么在1916年的12月25日 云南宣告独